大家好,欢迎来到《纲要目课》 本讲内容是不平定条约体系及后果 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现象 每当中国在抵抗列强的战争中失败 或列强通过施压、讹诈 使中国统治者屈服之后 侵略者总要把勒索到手的东西 强迫中国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 使之成为对外关系的基石 大家来看这样一个表格 1842至1915年 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数 经多达474个 即使把时间截止在1901年 也有469个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 到1901年辛丑条约 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 形成一个庞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 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这些不平等条约体系 对近代中国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 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 主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迫使中国赔款 割地和提供租借地 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第一 赔款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战争赔款 鸦片战争后 南京条约规定 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千金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 分别向英法赔款白银850万两和820万两 甲午战争后 马关条约规定 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 外加3000万两白银的赎疗费 新手条约规定 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 二是无端索要补偿 如日本1874年入侵台湾后 难以立足 为撤出问题 与清政府定立北京专条 竟无理索取抚恤费 在台湾建兵营费用 无数万两白银 1871年 沙俄利用新疆动荡局面 占据中国领土伊利 1881年2月 就归还伊利问题 与清政府定立的条约中 强数900万两卢木 约折合白银509万两 作为所谓代手兵费 和对额伤的补序 三是逼迫中国 厂服外国人在中外冲突事件中的损失 如1870年天津教案后 清政府被迫向法国赔偿教堂等损失 支付白银50万两 1875年 英国驻华使馆姻员马加里 为坚硬从面殿来的英国探路队 违反条约规定 散入云南而被杀 英方均以大肆讹诈 迫使清政府定立 延台条约 赔偿白银20万两等等 第二 割地 1842年 南京条约开中国领土割让之端 英国拒强占香港岛 1860年 北京条约将割地范围 扩大到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市 1887年3月 葡萄牙以同澳门与香港 一同协助中国 即拿鸦片走私为誘耳 与清政府定立条约 规定葡萄牙 永驻管理澳门 及鼠澳之地 沙俄一直对中国领土 有极大的野心 1858年5月 和1862年11月 胁迫清政府天定 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 掠去中国黑龙江 一北 外星安岭一南 以及乌树里江一东 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4年10月 俄国强迫清政府 接受其单方面炮制的 勘分西北戒约计 经吞中国西部 共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从1881年2月 中俄围绕伊利问题 定立改定条约开始 俄国强占7万多平方公里 中国领土 1895年 马关条约 日本搁占台湾和澎湖列岛 在那里盘踞了整整50年的时间 第三 提供租借地 1898年3月 俄国逼迫清政府定约 强租交州湾99年 俄英法三国随即校游 沙俄强租旅顺大连湾25年 英国强租新界 即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线街199年 维海威25年 法国强租广州湾99年 二 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 破坏中国关税主权与海关行政管理权 第一 开放通商口岸和建立租借 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 中国沿海沿江各个省份 及东北西北西南 以及南部边境省份遍布通商口岸 就连北京也成了通商口岸 列强有先后在上海 厦门广州天津 镇江汉口九江 苏州杭州及重庆十个通商口岸 开辟25个专管租借 两个公共租借 成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 第二 破坏中国关税主权与海关行政管理权 南京条约和1843年中美旺下条约 关于协定关税的条款 是破坏中国关税主权的造势 1858年11月 清政府与英 法 美 定立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政策确定进出口税 总体上直百抽五的原则 1861年 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寿衙门 其中总税务师一职 由英国人担任 各海关税务师 由西方人担任 1901年薪酬条约规定 赔款39年还清 以海关税 藏关税及延税做担保 并将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藏关 归于海关总税务师管辖 至此 中国除了钱赋之外 其他几乎所有税收都被列强控制 第三 攫取种种经济特权 1875年 中英烟台条约规定 无论外商华商进口洋货 一律免征内地税 窃在通商口岸和中介区免征利金 1895年 马关条约给予列强在华设厂的权力 列强在华制造的产品 无需交纳关税 此后 又有俄国带头 列强纷纷逼迫清政府通过条约 给他们在华修筑铁路 或者提供铁路贷款 开产矿山和采发森林等项权力 三 践踏中国的司法领海主权 在华驻军 迫使中国废弃国防 第一 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 中英虎门条约 中美望夏条约 及中英烟台条约中 领事谈判权条款 使西方国家在华人员 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在华官员还得以干预中国司法过程 第二 破坏中国的领海主权 火门条约和望夏条约规定 英美军舰可以任意停泊 和往来与通商口岸 中国方面无权管辖 这种对中国领海主权的破坏 后来又衍生到中国内核领域 文列强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 提供了条件 第三 在华驻军 迫使中国废弃国防 外国在华驻军的权力 造势于1898年3月 德国强迫清政府定立的 骄傲租界条约 而英法在分别向清政府 说去旅大 威海卫 广州湾 租界地时 随即校友 这样 列强实际上将所谓的租界地 都变成了他们在华的军事基地 后来 新手条约规定 列强在北京使馆区 常驻军队 还可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 12处重要地方驻军 同时 拆毁大谷口炮台 和大谷至北京沿线炮台 天津周围20里之内 不得驻扎中国军队 至此 连中国首都都成了外国军队的驻扎之地 中国国防已经废弃殆尽 此外 第二次变战争的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规定 西方人在华有自由传教的权利 并允许传教士在各地中买田地 建造自变 不平等条约破坏和践踏了中国国家主权 是套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沉重枷锁 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鲜明标记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